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刚刚报道 据俄联邦调查委员会消息 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首府伊热夫斯克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中 枪手穿着带有纳粹标志的背心 俄消息报 袭击伊热夫斯克一小学的人员当时穿着有纳粹标志的背心 金日俄罗斯 俄卫星社 俄星社等俄媒 均援引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消息称 伊热夫斯克校园枪击事件的袭击者事发时 穿着一件带有纳粹标志的黑色背心 戴着头套且未随身携带证件 目前正确定该枪手身份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还表示 袭击发生后枪手自杀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刚刚消息 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首府伊热夫斯克的校园枪击案 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 包括7名未成年人 据俄星社此前报道 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首府伊热夫斯克市一所学校 26日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13人死亡 据俄星社塔斯社26日最新报道 俄总统新闻秘书克公发言人佩兹科夫成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伊热夫斯克市 这起枪击事件已造成人员伤亡 深感悲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